第31章 社区和物业 可怜周易 原本还以为自己的战斗力够强 面对着刘虚的父母 都可以将对方说的 生活不能自理 结果呢 这一山更有一山高啊 他就好像 方唐静遇到了 从妓院归来的包龙星一样 被说得体无完肤 尤其是对方嘴里那句话 怎么别人都没事救你金贵 这真的是一听 就让人感觉血压升高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以及这么多人 他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啊 这样的话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若是不知道真实情况 就看这场景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周易做错了什么一样 尤其是许玉凤的家人 都已经走出了门 似乎是觉得自己这边人多 所以许玉凤说得更起劲了 屁大点事 就你能是吧 就显着你了是吧 还睡不着 我告诉你 行严小的人才睡不着呢 你呀 活该睡不着 我就纳闷了 你们这一个个的 不就是一点点声音吗 你们在家里不发出声音啊 纯粹是有病 如果 说来之前 周易还想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对 来得出系统发布任务的条件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已经没了别的想法 就想上去和这个女的拼个 你死我活 不过他 总算是有点理智 手机一直拿出来拍着 而且这个时候 他也真的不好对骂 直接就说道 行 我说不过你 咱们让能说话的人来 说吧 周易直接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喂 我是二号楼一单元1602住户 自从我搬进来 这楼上就每天晚上扰名 睡都睡不好 你们管不管 毕竟是晚上 物业这边 也只剩下几个在值班 对于这样的诗人 直接就回道 这个 扰名的是 你找社区吧 我们物业管不了这些啊 对 第一个打电话过去 就直接碰钉子了 周易提醒道 你确定管不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边已经开启了电话录音的 你爱怎么录怎么录 那是你的事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去找别人 你们这样的是不归物业管 说完 直接就挂电话 而且临挂电话之前 周易似乎还听到对方 在骂骂咧咧 说 大晚上的有病 这他妈的 感情 晚上别弄得睡不着的人 不是你们啊 在周易打电话 喊物业的时候 对面的许玉凤 更加喊得凶了 还喊物业 你喊啊 你别喊物业了你 直接报警吧 真的是没见过 你这样的人 真的那么金贵 还住这里干嘛 驱逐别说啊 那肯定没人打扰你 周易强行忍着 打电话给了社区 这一次 大概正是巧了 社区也有人在这附近住 说很快就赶来 挂了电话 周易说道 社区的人一会儿就来 咱们到时候 就让人好好评评脸 这凡事再大 也大不过一个礼 来啊 我还就告诉你 随便 这次社区的工作人员 来得很快 是一位看着 大概接近四十多岁的阿姨 戴着一副眼镜 后面的 则是一个年轻姑娘 相貌清秀 咋了 这是又 徐凤 哦刘奶奶 也在 不是你们这大晚上的 不好好待着 又吵什么吵啊 周易旁边 刘奶奶在给她介绍 这是社区的 居委会成员 田双芬 后面那个是 刚来居委会工作的 网格员小李 李小丽 终于有能说话的来了 周易上前道 田阿姨 事情是这样的 我能是这楼下 刚刚搬来没几天的住户 接着周易 就将这两天的情况 都大概讲了讲 不需要夸张 因为根本没必要 所以田阿姨 您说说 我都专门贴了通知 告诉他们家 结果人家 直接就给我撕了 还说就有特殊 您给评评理 这边的田主任 还没说话呢 徐玉凤就再次吼了起来 你说什么呢 难道不是你特殊吗 这么多年都没人说 我们家什么 就你搬来了 你说 你还不特殊 旁边的儿子 赵迅将徐玉凤劝住 这才看着周易道 不是 我大概是听明白了 你说 我家声音太吵了 让你睡不好 小兄弟 这说话要讲良心啊 我们家也没惹你吧 至于吗 不就是我儿子 在家里面玩吗 怎么就让你睡不着了 都说依法治国呢 你总不能上来就随便说 我们就得认嘛 社区的田主任 总算是弄清楚了情况 看着周易开口道 小伙子 所以你看 他们说的也对 你说 他们扰民 那总得有什么能证明吧 不能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田主任的身后 李小丽同样一脸 好奇地看着周易 虽然他来社区不久 但已经认识到了 基层工作的繁琐 那是真的繁琐 许玉凤一脸的冷嘲热讽 就是啊 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啊 人现在都是讲证据的 口说无凭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周易将手机打开 找到自己之前录制的视频 随即到 田阿姨 你看 这就是我在之前 被惊扰到的时候 录制的视频 你们可以看看 时间 那会多几点了 他家的声音还这么大 你们说说 这谁能睡得着 还真的有证据 田主任原本都不报希望的 讲道理 他在这社区多少年了 这许玉凤家是个什么情况 谁不知道 结果不曾想 这小伙子 还真的有证据 结果视频一看 果真 大晚上十二点多了 那家里 还叫一个吵 在视频里都能听到 那楼上各种各样的 剧烈声音 许玉凤 这怎么回事 你家这晚上 声音确实扰民啊 田主任回头道 许玉凤也是愣了一下 没想到 对方居然真的有证据 不过他还是道 咋了 田主任 这犯法吗 这就是我家孙子 晚上睡不着 完了一会 就成扰民了 咋了 你们社区是要和他 一起欺负我家 面对着这样的混不力 田主任也是很头疼 许玉凤 没人想欺负你家 你家这确实扰民了 知道吗 晚上把那小点声 好不好 毕竟是居委会主任 田主任说话了 许玉凤的儿子和儿媳 赶忙也帮着劝 总算是把人劝进去了 田主任 您放心 我们一定不会再扰民的 得到了沉默 随即田主任 又转头对着周易道 好了 小伙子 没什么事了 你也可以回去安心睡觉 那要是他们 还扰民呢 周易开口道 小伙子 我们也只能管到这份上 社区 又没什么执法权 好了 小伙子 我们先走了呀 说完话 田主任赶紧离开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周易 这就算解决了 为什么感觉这从始至终 就像是自己在找 事情一样 明明是对方错了 结果就因为 他能吵 所以都在劝说他 相反 自己这个两天没睡好的人 居然没人安慰一句 现在才有想法 看看自己的任务 依旧 处于模糊状态 还是没刷新 想了想 周易回头下楼 今天先睡个安稳觉吧 大概是田主任的面子 真的有点用 一晚上的时间 都没什么动静 然而 正当周易睡得很香之时 忽然 一阵阵的闹铃声响起 这又是怎么了 周易迷迷糊糊的惊醒 看看时间 还不到五点 自己也没记得设置闹铃啊 等等 仔细听了听 这闹铃 分明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 再到厨房看看 不用看了 铃声是从下水道那里传出来的 而且一听就知道 埋自楼上 周易觉得自己 现在完全无法压制 火气了 这家人是真的有毛病吧 绝对是故意的 第32章 有本事你去告我呀 田主任确实有点面子 但事实证明 田主任的面子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而且 人家确实不在晚上搞事情了 直接在凌晨早上 用的还是闹铃 就算你去说 那也真的不好说 但是周易忍不了了 任务不任务的 先不说 这样的人 他真的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么做对 他们没有半点的好处 就单纯看着自己不舒服 他们就开心了 不用说 掏出手机来开始录视频 旁的不说 至少证据都得保留 而周易自己 则找了富尔塞 塞住耳朵 实在太困了 不休息好 真的没力气吵架 稍微睡了一会 大概到了八点多 周易才从床上爬起来 收拾好了 将手机也收好 带好装备 上楼 到了楼门口 开始打电话 这一次 物业的回复依然很简单 物业管不了 让他找社区 而社区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告诉他 社区同样也管不了 建议他报警 平白无故 被弄得三天没睡好 那就报警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直接拨通电话报警 警察没什么可说的 只要报警 就必须出警 报了警 周易这才开始敲门 只不过动静稍微大点而已 敲了没几下门便开了 赵讯走了出来 见到周易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道 你不是昨晚上那个吗 又来我家干嘛 我家昨晚上 可是没声音发出的 没声音发出 那你们早上呢 那么早 哇 还不到五点 你们就开始放闹铃 还专门是 放在厨房下水管口 不是你这个人真的有病吧 呀 合着我们早上放闹铃都不行了 你自己起不来 现在还怪我们的打让你睡觉 这做人总得讲道理 是不是 便在此时 徐凤这一家都走了出来 徐凤的大嗓门 已经开始喊了 又是楼下那人 这是要住 我们家不放了 还是咋的 眼见得对方出来了 周易退后一步 只是把手机 放在身前录着视频道 你们随便说 我已经报警了 这边赵讯文言 脸色一变道 你还报警 好啊 咱就让警察评评理 看看谁在找事情 我们家在这里住了有十年了 谁都没说什么 怎么就险着你了 周易呵呵一笑 说啊 继续说 我懒得吵架 不过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这里正在拍着 赶名咱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些话 发到网上去 让你们火一下 周易当然也是 在气头上 他比谁都想吵架 但是他知道 现在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样的人 你必须让他们知道疼 才行 否则 单纯吵几句嘴 那根本于事无补 所以他也就是这么说一下 结果没想到 在这句话说完 对面原本站在后面的 赵讯突然上前 一巴掌 就向着周易手中的手机打了过去 这一下子来得猝不及防 直接将手机给打到了一边 他擦 手机掉到了 直接将手机瓶摔得粉碎 这突然的动手 不但让周易呆住了 便连许鱼凤都愣了一下 儿子 你这 赵讯脸色阴沉地说道 妈 不能让他乱拍 这种人最贱了 谁知道他到时候会弄成什么样 周易这边总算反应了过来 脸上带着诧意道 不是 不想让我拍你说话不行吗 你现在这都已经把我的手机瓶摔坏了 知道吗 你这叫做损坏他人财物的赔钱 徐玉凤文言冷笑一声 哎呦 这总算是露出狐狸尾巴了 你早说想让我们赔钱不就行了 还打扰你睡觉 是你先拍我们的 我儿子那是不得已 还想让我家赔钱 做梦吧你 嘿这暴脾气 周易真的已经快忍不住了 上去就想扔拳头 便在此时 一个民警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眼见的这都已经要动手了 老李赶忙 上前制止 都住手 有什么话好好说 这干嘛动手呢 再敢动手都带回去 毕竟是警察 威慑力还是很强的 老李一嗓子 双方都分开了 老李 这才擦擦汗 他是这一片的骗警 顾名思义 这个社区他负责呢 基本上社区里面的情况 他都是门亲的 尤其是对于许玉凤这样的家庭 每个月 那都会因为一些冲突而报警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本来就不归警察馆 但是老百姓嘛 只要试个试 那都是报警 而报警了 就必须出警 这是他们的 职责 以至于老李都有时候吐槽 自己快成居委会大妈了 谁报的警 怎么回事啊 老李开口问道 周易赶忙回道 同志 我叫周易 我报的警 是这么回事 将大概的情况说了一下 主要还是说自己的手机 被对方弄得瓶碎了 老李没有多问 默默地听完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基本上都很明晰 至于为什么总是活悉尼 那原因很简单 有人是滚刀肉 他们就不好梦 听完了 老李突然问道 等等 你说 你叫周易 周易点点头 这位警察同志 为什么问这个 老李 当然不会说 已经成为 荆州市公安系统的名人了 很多人都知道 荆州出了这么一好缺心眼的 转过头去 老李看着许于凤一家道 许于凤是吧 你说说 是不是这样 人家找你们 让你们不要扰民 你们还把人家的手机打碎了 同志 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他一般来 就这里不对 那里也不对 又是说 我们扰民又是咋样的 我们昨晚上 可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结果 这早上闹钟响了 又来找事情 这明摆着是欺负我们啊 还用手机拍我们 说什么要发到网上 让我们红一把 结果我儿子就想 把手机拿过来 删掉视频 这不小心就摔碎了屏幕 老李没说话 如果不知道 这家人是个什么样子 他都要信了这话 头疼啊 真的头疼 警察的执法权 现在越来越小 遇到这样的事 确实没办法 因为本来就不属于 他们管的 他们能做的 就是维持秩序 也就是说 只要这双方不打起来 那就没他们的事 但规定是规定 真的被投诉了 又是一堆麻烦 是以老李 也只能硬着头皮 对周易道 周易是吧 你的手机平碎了 那也不值几个钱 根本到不了立案标准 而且他们也说是无意的 很难办 还有他们扰民这个事 我的建议是 走法律途径解决 面对着这种滚刀肉 他也给不了什么好的建议 周易抬头看着老李道 所以 您的意思 是我只能去告他们 只不过 这边周易的话 还没说完呢 那边的徐凤 已经到 有本事 就去告 别光嘴说 千万不要客气 据告啊 人家警察不都给你建议了 老李 他都已经在尽量 让双方平和一点了 这徐凤 真的是有点问题吧 还在这里拱火 然而 让老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边的周易点点头道 好啊 对了 谢谢同志 您给的建议 嗯 嗯 老李一脸猛逼 我这建议都是走到哪给到哪的 他还想说什么 周易已经转身离开了 无他 那三行字 此时此刻 已经变得很清晰了 一 都是邻居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忍忍吧 二 直接动手 拳头砸在脸上 他就会闭嘴 三 反手起诉 并且租下周围所有房屋 为邻居打造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 不为别的 就想看看 在洗脑神曲和洗脑广告 以及系统排阵楼器的包围下 邻居会不会很开心 第三十三章 出来混 说到做到 一和二选择性的 就被无视了 忍是不可能忍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忍 所以根本不需要犹豫 就是三 就是干 出来混说到做到 说起诉你 那绝对要起诉你 根本不带犹豫的 选三 系统 那如同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虚拟账户到账一百万元 有钱了 终于有钱了 虽然系统说过 虚拟账户的钱 只能用于系统任务 但是只要有钱 那感觉就很不一样 这系统什么都好 就有一点 不像是小说中那样 还给你各种贴心的解释 什么多长时间玩不成任务 就直接人到毁灭之类的 所以周易也不知道 这一百万是个什么章程 是任务支出花完后再给 还是就这一百万 总之就很迷茫 特别的迷茫 但好在他还是没忘 要想起诉 首先得联系方大壮 另一边 楼上 老李看看徐凤 再看看楼梯口 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他在日常生活中 确实是经常和别人说 说建议走法律途径 但讲道理 生活中 很多人在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都会更加愤怒 因为他们 感觉报警了没用 警察来了 什么都不管 而在刚刚 老李都已经做好准备 如果这周一发脾气 自己要好好劝劝 好好做工作 毕竟还很年轻呢 生活中的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处理不好 到最后 很可能引发大的矛盾 所有老李 已经在努力想办法了 结果没想到 这位听了他的话 居然点点头 然后还表示感谢 直接走人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不单单老李没想到 另一边的徐于凤一架 都是面面相去 尤其是徐于凤 他都已经做好准备 和对方再吵一架了 结果没想到 在他说完那句话之后 对方就这么走了 不过无所谓了 走了就好 马上到跳广场舞时间了 他可不能耽误 至于说别的事 比如起诉 根本没有在徐于凤脑海中出现过 原因也很简单 他在以前和人 因为一些事起了纷争的时候 经常会说这样的话 比如 有本事你去起诉啊 或者是国家都说了 要依法治国 你倒是去起诉啊 这种 还有比这种更狠的不起诉 你就是孙子之类的 但是显而易见 根本没有人真的起诉过 都是在那里说呢 起码到了现在 徐于凤连法院门 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人都要走了 最起码 肯定不可能打起来 那对于骗警来说 最起码这次的出警 就算是成功的 这就是基层工作 上面前条线下面一根针 基层才几个人 怎么可能真的把所有问题 都解决的 只能这样做 是得分轻重缓急 警务通又响了 老李赶紧说道 行了徐于凤 你们都安分点啊 你们家也是 别动不动就弄那么大声 知道吗 说完了赶紧走人 不知道哪里有报警啊 徐于凤一家都没当回事 或者他们觉得 事情就这样了 这就一个年轻人 还能咋样 老李不用说 太忙了 也没把这事记在心里 至于物业 根本就没当回事 社区也就是田双分 隐隐约约记得这事 因为是徐于凤家 都知道他们家什么情况 所以田双分想着完了 把双方都喊来聊聊 只不过太忙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 至于周易 出了门 直接就给方大壮打电话 也没有说具体什么事 只说又有个案子 那边的方大壮 当然不爽了 我堂堂荆州市知名大壮 那总不可能就为你周易 一个人服务吧 我还有其他的事呢 然后在周易 说出我按时交钱 案子很有意思的话之后 方大壮瞬间道 老地方 等我 他方大壮 绝对不是为了钱而来 单纯是喜欢有意思的案子 大约十点左右 还是那个咖啡厅 周易和方大壮相对做 依旧是老规矩 每每递来一口之后 方大壮拿出手机 开始计时 这才说道 行了 你说说吧 这次又是个什么案子 你那个劳动仲裁的 记住啊 明天上午过去 地址我都发给你了 到时候 打住 周易 胆盲道 方大壮 我们还是聊聊 现在这个案子吧 劳动人民的智慧 真的是无穷的 方大壮水自述的本事 和某点一个 叫酒见的家伙没两样 那叫一个绝 水的丧心病狂 其实呢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要巧 方大壮你看过 修仙小说吧 我就和那些小说里的 主角一样 走到哪哪出问题 这不 刚刚搬过来 就遇到了这样的邻居 当然 周易现在 也已经不敢乱想了 毕竟系统这样的东西 都已经出来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都不敢猜 将大概的情况说了说 最后到 你看方大壮 人家都已经说了 有本事就去告他 而且更是说了 别光用嘴 千万不要客气 你说说 这我必须得答应人家 方大壮本来没当回事 但是听着听着 却是眼前发亮 这案子 好 很好 非常好 他方大壮就喜欢这种 动不动就让人去起诉自己的 所以方大壮 你看看 这个案子 该怎么弄 我全力配合你 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周易明了口咖啡道 然而 却见方大壮 白白手道 什么话 什么叫这个案子 周易啊 你先搞清楚点 这可不是一个案子 这是 两个案子 嗯 嗯 周易直接一愣 没文化了吧 你看你 你那好邻居噪音扰名 那算是一个案子 你可以起诉对方 排除危害 而且你还可以说 那每天晚上的噪音 让你身体变差了 很多 记忆力不集中 请求赔偿都可以 而另一个手机平碎了 那就是另一个案子 我们需要另案起诉的 既然你那位好邻居 这么想让你起诉他 那这就得让他好好爽爽了 起诉状可以接到手让哦 方大壮在那里 洋洋洒洒不断地说着 他的水平也确实高 至少周易最开始 还听得稍微明白点 到了后面 那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 冒出来的时候 已经晕了 半晌 等方大壮讲的口干舌燥 终于停下来后 周易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老方 咱俩的交情 你说个实在话 你是不是想多赚一笔钱 方大壮 为何所有当事人的问题 都会这么多 第34章 怪不得呢 真的难 说归说 闹归闹 周易自然不会在律师费上面 和方大壮真的说什么 之前那人家都免费帮忙 打一次官司了 而且 这一次都是系统出钱 方大壮 就按你说的办 我现在先把 这些拍到的证据 都传给你 尽快起诉 周易说道 方大壮点点头 小意思 我回去就整理 不过 具体案情迎面多大 得等我回去看完你的证据才行 这毕竟不是 你那个劳动纠纷 这种案子 其实证据不好 形成证据练 你先有点心理准备 另外还有 你如果想要对方赔钱 那得去医院 开个神经衰弱之类的检查结果 当然 如果你有搬进那家之前的 这方面检查结果 那就完美了 但我猜你应该没有 这一下子 轮到周易猛逼了 方大壮 我那里 都有对方扰民的视频了呀 为什么还不够呢 而且要赔偿 还得造成我神经衰弱才行 方大壮点点头 虽然他是专业的 但他也不可能凭空造法 法律上对于生活噪音 有着专门的界定标准 骤间多少分贝 夜间多少分贝 超过了 才算是扰民 而且 这不是说你拿这个手机 拍视频就行了 需要专业的仪器 进行测量才可以 另外还有一点 需要证明这噪音 是来自楼上 而不是其他方面 不过这方面方大壮 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皮球和玻璃球 那种声音和其他不同 所以周易 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这种案子 几乎没人会去起诉 因为取证 难那不是说说而已 知道吗 方大壮孝道 而且 就算是我们赢了 那这个执行也很有难度 他当时没噪音了 过段时间 又有噪音了咋办 一直起诉 综合下来这些难度 就算他是一个 极其较真的人 对于周易 也是十分佩服的 耶 这 周易张大了嘴 果然 这种事难是真的难 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 那属实是 只有两个法子 要么对着干 要么搬家 不过 他周易现在是开挂的人了 不就是专业的测量仪器吗 买了 还有神经衰弱的证明 去开 这又不是精神证明 他这段时间 一直都睡不好 确实有点不对 至于执行男 怪不得系统说 要让他把周围的房子都租下 准备为邻居打造 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呢 原来在这里 自己之前还觉得 又起诉又报复的 万一人家也回来 起诉自己咋办 现在想想 这事真就和反手充值 一百万一样 没人会这么做 方大壮 执行的问题 不需要你考虑 我完了 就去买测量仪 就今天这情况 我估摸着 晚上那家人绝对会再犯 所以我今天晚上 一定可以收集到完美的证据 其他的你 不用操心 我的诉求 就是 多少让对方赔点钱 以及赔礼道歉 外加停止扰名 果然是完真的 方大壮点点头 那没问题 话说这样的案子 我也是第一次打呢 有点意思 顿了顿 方大壮又到 周一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 从见你第一面开始 我就知道 你是我的知己 真正的知己 当然是知己了 这才多久 都多少案子了 绝对是知己 交流就在周一一脸猛逼中 结束了 双方各自离开 打官司的事 交给方大壮就行 这是个合格的工具人 而他现在要做的 有这么几件事 买专业的测量仪 开神经衰弱证明 以及准备准备 如何让刘奶奶那几家人 搬出去一段时间 测量仪和神经衰弱 证明这些都好办 倒是租房的事 需要好好考虑 岳父小区是一提两户的 所以他那个单元三层楼 也就是六户人家 去掉自己和楼上那家 也就是四户人家 按照刘奶奶的说法 基本上这楼里的邻居 大都是上了点年纪的 所以要想让他们搬出去 你得首先给人家 找好住的地方 要不然人家平白无故 给你租房干嘛 不过这也好办 可以先和刘奶奶谈 看看刘奶奶有什么想法 没 比如想去玩的地方之类的 或者没想去的地方 直接豪华酒店里也行 而且还能给钱 毕竟系统给了这么多 而且花完了 应该还会给 然后让刘奶奶 带着她去认认邻居 和大家伙都聊聊 反正一句话 就是让这些邻居们 开开心心地搬出去 住一段时间 起码得一个月 周一不认为 有什么样的人家 能承受一个月 如果一个月不够 那就再来一个月 抱歉 超能力 就是这么任性 看看时间差不多 已经是中午了 随便吃了碗炸酱面 随即便开始干活 先去重新买来的手机 之前的手机平碎了 而且给了方大壮当 证据 而后又去办其他事 大概三个小时后 测量仪和神经衰弱的证明 已经开好 这个周一真的可以证明 他最近已经有点神经衰弱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 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多 让他有点承受不住 拿着所有的东西回家 将这个他在荆州 能买到的最贵的测量仪 按照说明书安置好 这才出门上楼 拎着一些 水果牛奶之类的礼物 准备找刘奶奶聊聊 老话说得好 理多人不怪 刘奶奶 确实对他很热情 人也非常的和蔼 但这并不是他周一 可以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资本 毕竟让人家住得好好的 突然搬出去 这就算你砸钱 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 他周一以后 还打算继续在这里住呢 提留着礼物上了楼 敲了敲门 很快门就开了 刘奶奶站在门口 看着提了一堆东西的周一 有点疑惑道 小周 你这是 奶奶 我这昨天晚上大晚上的 和这家吵架 这不是影响 您休息了吗 今天就想着来看看您 给您啊 赔礼道歉 周一笑道 送礼当然是门学问 周一没吃过猪肉 但也见过猪跑 平白无故上门送礼 肯定不好 但是你说是为了 什么什么 那场面上说话 也好看很多 正如同很多人送礼 那都要一再强调 不是送给你的 这是送给嫂子侄子弟妹的 谁说这是送给你的 刘奶奶顿时白手道 哎呀 小周 这没事 没必要 没必要 你赶紧拿回去 你这小伙子年轻人 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说着话 周一已经挤进了门 将东西随手放在角落里 笑道 没事的 刘奶奶 正好 我还有事 想让您帮忙呢 第35章 这小伙子真的不是缺心眼 找我帮忙 刘奶奶闻言顿时笑道 都是邻居 你都喊我一声 奶奶 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 还这么客气 哎 那不是这么说的 周一笑道 这是给您的赔礼 行 小周你先坐 我去给你倒杯水 很快一杯茶端来 放在茶几上 刘奶奶很是痛快道 说吧 小周 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我跟你说啊 这小区里那些未婚的 单身好姑娘 奶奶我可是都认识的 你有没有 嗨嗨 周一赶忙咳嗽两声 这刘奶奶莫非是火眼晶晶 居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自己是单身 简直恐怖如斯 不是的奶奶 其实啊 找您帮忙 是想租您的房子 周一赶紧将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对于刘奶奶这样的热心人 不能和她假模假样的客气 该说什么就说 刘奶奶这下子是真的诧异了 她原本是想着周一 是不是想让她介绍对象呢 结果居然说 要租自己的房子 小周 那下面的房子 你不是已经买了吗 为什么还要租我的房子呢 刘奶奶很是奇怪道 周一笑道 奶奶啊 我并不是只租您的房子 一单元 这十六层 十七层 十八层 除了您这位邻居之外 这些房子 我都打算租下来 刘奶奶的脸上满是疑惑 小周 你才一个人吧 你租这么多房子干嘛 又不是 等等 你这是想 虽然老了 但刘奶奶反应也快 很快就想到了 除了她这邻居之外 如果将这三层都给租下来 那就是说 这邻居上下左右就没人了 稍微犹豫了一下 刘奶奶还是说道 小周啊 这个 没必要这样吧 都是邻居 而且你今天不是已经报警了吗 那位警察同志也说 让他家别再扰民了 你看这 周一文言笑了 刘奶奶属于那种典型的小区老好人 邻里邻居 有什么事都很热心肠 但就是心软 刘奶奶 我都喊您一声奶奶了 咱们 就掏心窝子说 您和这许玉凤一家 当邻居这么久了 他们家什么人 您比我更清楚吧 当初也是 您和我说的 这一家人就是无赖 所以您觉得 就算那位警察同志说了 他们就会停骂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他们就是小人 小人报仇 那是从早到晚的 我报警 让他们丢了面子 他们会轻易放过我 所以 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一劳永逸 刘奶奶 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 她当然知道 周一说的都是真的 隔壁这家说是无赖 但是吧 无赖有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地爱面子 因为你削了他们的面子 他们甚至会赖上你 就是这么让人无语 可是如果让周一 租了自己的房子 这边 周一眼见 刘奶奶在犹豫 马上趁热打铁道 刘奶奶 旁的事情不用您担心 您二位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想去哪玩都可以 或者实在不想出去 我给您二位 在外面找地方住 咱们荆州市 有名的酒店 或者随便什么地方 都可以 包括别的邻居们 都有我来出钱 如果不行 我还可以额外给您钱 总之 就不想让他家好过 刘奶奶 这下子真的不好 拒绝了 在他看来 这位小周 确实很有诚意 租他们的房子 给房租不说 还负责他们搬出去的住处 甚至于还要额外给钱 钱这个东西 虽然不能完全代表诚意 但是当给的足够多时 那诚意确确实实很足 还是那句话 刘奶奶心软 不太会拒绝别人 小周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奶奶也不好拒绝 行吧 正像是你说的 我们老两口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过楼上楼下的邻居 还得一家一家说 我觉得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让他们突然间搬出去 好几家 这 还是挺难得 没问题的刘奶奶 您带着我帮忙扔下门就行 我毕竟刚搬来 和人家不太熟悉 一切都说好了 稍微晚点的时间 刘奶奶便带着周易 开始一家一家的认门 一家一家的劝说 别看只是刘奶奶带着 这性质很不一样 周易自己上门 那甚至可能会被邻居们 认为这是个骗子 租了他们的房子 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 但是有刘奶奶在 就不一样了 他老人家在这楼里多少年了 都知道他为人热情 也就相当于刘奶奶出面做宝 所以楼下周易的邻居家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同样是两个老人 答应得很痛快 18楼的第一家 也还算顺利 一对年轻夫妻 在听说周易可以出钱 让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那答应得比谁都快 甚至生怕周易反悔 不过到了18楼第二家的时候 就有点问题了 刘奶奶 这 这个小伙子 是不是有点缺心眼 就因为许与凤一家 让他睡不好觉 他就打算把这都租下来搞动作 家里的男人 把刘奶奶喊到一边问道 刘奶奶点点头 也不是 这小伙子人很好 也就是有点叫真而已 男人直接无语 这叫有点 叫真 这简直是特别叫真好吗 小伙子 这个 我们家你也看到了 人口多 又不太想搬出去 你看这个 男人还是对着周易开口道 他家确实人多 上面两个老人 他们 夫妻俩 还有俩娃 真正的上游老下游小 搬出去一趟 那叫一个费劲 而且六口之家 本来在这里 已经住习惯了 出去还真不一定 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不过 男人也是觉得 这么说 有点薄了老太太的面子 事宜赶紧打哈哈道 小伙子 不是我想占便宜 我家孩子都要上学 住的 肯定不能远 这附近有家五星级酒店 里面好像有什么套房 够我一家人住 说到这里 男人身边的女人 也就是他老婆 直接瞪了一眼 都是好人家 这摆明了 就是为难对面的小伙子 然而 男人的话还没说完呢 周易就已经拍板道 您是说 华月大酒店的 那个大套房吧 叫什么总统套房 没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了 我都答应 您一家可以直接搬过去 我租多久的房 您一家在那里住多久 房租我照给 真的 他周易还真就不怕人提要求 就怕人不提要求 哇 男人文言顿时瞪大了眼睛 就因为打扰你 睡觉 有必要这样吗 这得花多少钱 有这钱了你 直接再租一个地方 或者你自己去住酒店不行吗 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 男人不知道怎么说了 身边的老婆 一直给他使眼色 答应下来 他一家子 还没住过那么高级的酒店呢 周易看看旁边的刘奶奶 不留痕迹地笑了笑 看吧刘奶奶 有些事吧 她 没那么难 这不就搞定了吗 接下来就等晚上了 看看晚上这家人 会不会又给他整腰额子 第36章 王主任 我不生气 这个晚上 对于徐凤一家来说 非常和谐 和以往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多了一个外孙而已 女儿和女婿有事 所以晚上暂时把孩子 放在了这边 让姥姥老爷带为看管 显而易见的 家里更加和谐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 12点 除了夜猫子外 很多人都已经上床睡觉 但是徐凤家里却不管这些 一个孙子一个外孙 一会儿玩 一会儿打架 喊声 笑声 哭声 声声入耳 事实上 这也是周易很奇怪的点 她的这位高龄对于孙子 实在是太宠了 以至于都不管时间 小孩可是需要充足睡眠的 而徐凤 更是如同有仇一样 在打扫卫生的间隙 不断地碰撞着那桌椅地面 发出了一阵阵的响声 终于 大概是 媳妇刘家 有点看不下去了 低声开口道 妈 咱们是不是 让萱萱他们睡吧 毕竟你看那位警察同志 今天刚说了 而且楼下那个人 听到这徐凤凤眼睛一瞪道 咋了 我们怎么就扰明了 不就是孩子们 玩得声音大了点吗 我都还没说什么呢 她居然报警 让我丢面子 我没买个阵楼器 就算不错了 刘家脸上有点难为情 她是知道这位婆婆的 一贯强势 终于还是闭嘴了 至于说 对方会不会去起诉 你在开玩笑吗 这年头 还有人因为这个起诉 总而言之 正如同周易想的那样 徐凤凤家里 除了 媳妇稍微担心了一下 其他人根本没将这当回事 可以说 他们全家人 都已经习惯了 徐凤凤的强势 也可以说 他们根本懒得去想 这个问题会有多严重 不知道是几点 好像是十二点半 也好像更晚 听着楼上 终于终于没了动静 周易不由自主地松口气 虽然知道 有了白天的事以后 这家人肯定会耍幺蛾子 但没想到居然玩得这么大 他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就今天晚上 这家人弄出来的噪音 要比之前两天大得多 那真的是让人感觉神烦的声音 尤其是挪动 桌椅之石 和地板摩擦发出的声音 如同小时候 有人拿粉笔尖 在黑板上摩擦一般 那种尖锐的声音 让人特别难受 周易甚至都能想到 如果今晚上自己 照常睡 绝对会被这声音 给整得神经衰弱 不过还好 白天专门准备了咖啡 为的就是晚上打吃酒瓒 最起码到现在为止 这证据什么的 已经很充分了 而按照二类标准里规定的 夜间超过50分贝 就是扰名 经过专业测量仪的测量 这家人在夜间的噪音 早已经超过了50分贝 搞定 周易倒头就睡 叫针 就算是有系统开挂 也不是那么好弄的 这一觉睡起来 就是第二天五点了 不要误会 是早上五点 楼上的闹钟例行响起 周易顶着一双黑眼圈坐了起来 心里只想骂娘 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才将那股很大的火气 给忍了下去 起床收拾 今天不单单要把证据什么的 交给方大壮 而且还得去劳动仲裁那边开庭 当然 不管是劳动仲裁 还是法院开庭 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需要本人亲自到场 有律师就行 但周易想去和公司的人聊聊 看看 公司是抱着什么态度 收拾 差不多了 出发 直接出小区 打车前往光明区 劳动仲裁委员会 今天就在这里开庭 到了地方 方大壮已经等在那里了 来了 走 一块进 方大壮看到了周易 在那里招呼道 不用担心什么 这仲裁我们稳赢 等等 这是什么 你还真的买了测量仪 专门录了证据 有你的 等仲裁完了 我就去起座 两人就这么聊着天一路 进了仲裁委 因为是掐着点来的 所以没等多久 就被安排进了一个房间中 等两人推门进来 便看到王主任 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边 那个年轻人周易见过 是公司的一个法务 只不过让他有点诧异的是 自己这么个小人物的劳动纠纷 王主任居然亲自来了 不过他自然没有说什么 只是跟在方大壮身后 各自做好 因为仲裁委的人还没进来 所以双方也不好说什么 就那么坐着 便在此时 王主任突然开口道 小周啊 你确定不回来上班了 咱们公司现在的加班 已经没那么多了 回来吧 公司对你的培养 还是不错的 呀 这下子轮到周易猛逼了 他看了看方大壮 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一门心思的 就想劝自己回去上班 自己有几斤几两 自己还是很清楚的 公司不是少了 他就不能转了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 不过猛逼归猛逼 周易还是很快笑道 不用了王主任 我怕我继续上班 忍不住哪天就和你玩命了呢 王主任文言脸色有点发黑 不过还是闭上了嘴 他之所以想让周易回去的原因 也很简单 周易之前对接的一个客户 他做的设计计划 让客户很满意 这一次也是指明道姓 让周易来对接 这并不是说 周易的工作能力就有多强 而是刚刚好他 能让客户认可 这年头 干设计的苦工们都知道 一切以甲方的要求为准 虽然绝大多数甲方都是沙雕 根本给不出什么具体的要求来 什么五彩斑斓的红之类 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说 做设计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要让客户认可 哪怕做出来的是一坨翔 但客户就觉得这坨翔好看 愿意为他付钱 那谁能说半个不字呢 对不对 于是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找不到周易了 人家客户是想和周易当面聊的 因为对方认为只有周易 可以理解他那天才的想法 总之就是 王主任被他那姐夫董事长叫过去 狠狠地训了一顿 让尽量把周易找回来 起码等干完了这一票 再开掉 结果王主任这边 又是找周易父母 又是干嘛的 结果都没用 小周啊 都在荆州市呢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以后 你不还得从事这一行吗 咱们公司在荆州 也不算小公司 你看 回来吧 亲 不亲自家人呢 对不对 王主任自我感觉说的很有感情 然而他得到的回复是 王主任 你喝多了 王主任 我不生气 我一点都不生气 第37章 真的第一次见 不 仲裁员来了 周易的人生第一次劳动仲裁开庭 例行的 仲裁员大叔问了一声 双方需不需要调解 这是基本上所有的民事纠纷 之前都要经历的程序 甚至可以说 调解 这是我国司法事务中 一项极其重要 甚至可以称为核心的程序之一 它贯穿了整个民事诉讼的始终 从起诉之前的调解 到立案之后的调解 再到庭前调解 甚至于开庭之后 审判长都会例行询问一声 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而且 哪怕第一审判了 有人上诉 二审之前也会问你是否愿意调解 这一次 还没等到周易说话呢 另一边的王主任已经开口道 同志 我们接受调解 只需要让对方当事人重新回来上班便可 而且 只要对方愿意回来上班 我公司可以为其支付等同于补偿金的奖金 那 这下轮到仲裁员大叔猛逼了 你们别以为我没看过案卷 这明明是 你们这个公司先把人开除的 还不给人家一分钱 人家觉得不愤 这才走仲裁的路 结果你们现在又想让人回去 这是闹哪样啊 不过想归想 有人愿意调解 那肯定是 好事 仲裁员大叔 转头看向了周易 小伙子 你这边怎么说 大叔想得很正常 既然这小伙子 本来是被无故开除的 说明他并没有什么下架 那说起来 还是需要一份工作 能回去上班 当然还是回去上班的好 然而 周易看着大叔 直接摇摇头道 对不起 我拒绝调解 仲裁员大叔满脸的疑惑道 能允许我问一下 为什么吗 小伙子 现在这年头 找一份工作可不容易啊 这句话其实也不对 并不是说找一份工作不容易 而是找一份 让自己觉得可心的工作 很难 要不然去常理拟罗斯 去工地搬砖打灰 那都是工作 只不过相比之下 更多人 还是愿意坐在办公室里 吹着可以让人睡不着的空调 干着996的体力劳动 什么 你说 你是985 211的 然后也去打灰了 哦 那没事了 其实也没什么的同志 就是公司的加班受不了 我担心哪天小命不保 周一回到 很扎实的理由 究竟是选择996 还是选择ICU 这一点不需要多说什么 大叔点点头 看看王主任 也不好说什么 他们这里是 劳动仲裁委员会 按道理来说 管的就是那些 不遵守劳动法的 但是吧 这事儿又是不告不理的 所以就 挺尴尬的 王主任注意到了这眼神 他现在真的不想说话了 作为公司的领导 什么时候和下面的小员工低过头 不回去就不回去 没了你张图护 我还只能吃带毛猪了吗 一个乡下 凌晨 来的 还真以为请个律师就能怎么样啊 既然原告方不同意调解 那就开庭吧 一切按部就班的开始了 尽管经历了一次调解 但是周一 还是对某些事情 感觉有点辣眼睛 上次小猫公司调解的时候 那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次也是不遑多让 很多人大概以为法庭审理的时候 那是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辩论的那叫一个欢快 但其实呢 看过一些庭审视频 或者说去现场看过审理的人都知道 你说的天花乱坠 一切都要有证据作为支撑 甚至可以这么说 像是一些小案子 基本上庭前证据交换之后 就已经知道了 你这案子是个什么情况了 比如 现在 人家张嘴就来 说他周一无故矿工 无故不做工作 以及公然在公司辱骂他人 等等 违反了不知道多少的公司决定 最后公司无奈只能把他开除掉 是 说了这么一大堆 但是证据少得可怜 最重要的是 没有劳动合同 而反观方大壮 这边呢 便是周一这个不懂法的人 都决出了对方的专业 方大壮 不单单将周一之前 交给他的工资发放记录 考勤记录等等 一些内容 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而且还将周一 根本不当回事的加班记录 都做好了 是的 就说周一和王主任 和人事经理 以及和同事的日常聊天 以及周一的工作记录 都可以证明周一在过去 有很多天的加班 这种加班并非自愿 而是由公司安排的 旁的不说 周一真的是 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就叫专业 好了 我说完了 仲裁员同志 方大壮悠悠然地坐下 这边 周一已经屁颠屁颠地 送上了水 不得不说 高明的律师辩护起来 那骨子劲 确实看着人感觉很舒服 享受着周一的伺候 这边的方大壮 眯着眼睛 酣畅淋漓 爽 不用说 这次赢得很彻底 仲裁员大叔 直接宣布了结果 双倍工资 说法 得亏不签合同的时间 没超过一年 否则都可能给弄成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仲裁结束了 王主任黑着脸 直接走人 一声不吭 周一倒是没有高兴得太早 按照正常来说 对方肯定要起诉的 而且大概率 还是要说他无故 矿工之类的事 这一点不需要担心 走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时 最大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 法律本身的问题 而是时间和成本的问题 倒是让周一没想到的是 王主任一离开 对面那位法务小哥 顿时舔着脸跑了过来 方老师 我没想到这边是您 这刚刚都差点 把我吓一跳 小哥满脸的庆幸道 哇 这下轮到老方猛逼了 我认识你吗 方老师 您不记得我了 当初您还来我们学校讲过课呢 小哥一脸殷勤地说道 看着方大壮的眼神 就像是看到了偶像 这可是真大佬来着 以前做过行变 因为性格原因 后来又转了名试 哦 老方常常地嗡了一声 那你没事了吧 没事的话我们走了 我今天还有个案子 啊 没事没事 您二位随便 周易虽然对方大壮的过去很好奇 但他也不会轻易去打探 目前来看一切顺利 他可以先回去剪辑视频了 这几天楼上那家的视频 他可是拍了不少呢 而方大壮则拿了周易手中的证据 赶紧去法院 这种小案子他还是第一次打 但是方大壮特别感兴趣 他甚至相信 光明区法院之前 也很少甚至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案子 事实证明 方大壮猜得很对 两个小时后 光明区法院立案庭的小姐姐 看着面前的方大壮 脸上有种极其莫名的表情 方老师 您这种类型的案子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那 我的材料都全吧 很全 没什么缺漏 那行 立案吧 第38章 别着急 都有 都有 外面的是有方大壮这样的顶级工具人在 不需要周易操心 而周易现在要做的 就是着手制作他较真系列的又一个视频 将机位再次固定好 副稿稍微想了想 周易开始了录制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 阿易 又和你们见面了 可能很多人都在想我这段时间 为什么没动静 那是因为阿易搬家了 接着就是拿起相机 将家里大概拍了拍 然后又放下 继续道 当然 搬家什么的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遇到了一件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生活中 邻居扰民的现象 我就很不巧的 又中招了 自打搬进来 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说完了这段开场白 周易开始将之前录制的那些晚上 各种扰民视频切了进去 随后又开始介绍 这段话 就是关于刘奶奶对于楼上邻居的介绍 着重强调 这是楼上楼下公认的耍赖邻居 我当然不相信 这些 邻里之间 以和睦为主 事宜就写了一张通知给对方 然而这通知被撕了 这是晚上又一次被吵醒后知道的 那么如果撕了 通知的事 也还能接受 接下来对方的态度 真的让我直接血压拉满了 然后周易就开始播放 第一次晚上 去找对方的视频 脸部什么的 自然都打了马赛克 但尽管如此 在听到那嘟嘟逼人的声音之后 自然而然便挠不出了某个形象 讲道理 虽然这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但是自己看起来 都能感觉很愤怒 差异于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讲理的人 期间 大家也看到了 我找了物业 物业说 他们管不了 不归他们管 要我去找社区 而社区来了一位阿姨 总算是让对方消停了 但是这样还没完 到了第二天 人家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没办法 在又一次打电话 找物业和社区无果之后 选择了报警 期间对方还把我的手机瓶打碎 这位骗警叔叔来了 也只能维持秩序 他告诉我 可以选择走法律途径 正好 这户人家也在跟我说 有本事就去告 显而易见 我当天就请了律师 这些话都伴随着 昨天上午的视频 然后镜头一转 就到了他请方大壮 喝咖啡的场景 将大概的内容都剪辑好 周一停下手来 这当然不算完 只有有了方大壮的起诉状 视频才算是画龙点睛 若是没有这个东西 你说的再厉害 也没用 律师函这种东西 就不用提了 在这第一个视频里 周一不打算说自己租房 之类的事 原因也很简单 自相矛盾 邻居噪音扰民 你既然选择走法律途径 那就首先得把法律途径走完 不管起诉有没有用 执行与否的问题 那是之后考虑的 不过他很相信 楼上这位高龄 可不是那么轻易 会妥协 努力 徐大妈 你是最棒的 接下来的时间 周一就在制作视频中度过 几乎是足不出户 闲着没事就和网上的吃瓜群众们 水一水 顺便缅怀一下 山号跑路的咸云野鹤老弟 几天的时间一会儿过 又是一个艳阳天高照的周一 已经临近中午 徐凤夫妻二人正在做饭 而在客厅里 儿子二媳 女儿女婿正在聊天 今天是女儿女婿来接走外孙的 正好就顺到留下来吃饭了 便在此时 儿子赵迅忽然开口道 哎 是不是有敲门声呢 屋子里的声音顿时安静了一下 果然 外面有敲门声 不会又是楼下那个人吧 而媳妇刘家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疑惑 你们是说 那个报警称 你们扰民的人 这不是有病吗 来我和她说说 女婿站起来说道 她长得人高马大 在健身房里的一身好肌肉 出门在外 很是能唬住人 女婿走到门口开门 其他人也跟了过来 一开门 女婿就开口了 你还有完没 呀 同志你是 确实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 关键是她的身上穿着警服 都不用说 什么就知道 对方肯定不是楼下那个 你好 我是光明区法院的司法警察 请问 这里是赵迅赵先生家吗 赵先生现在在吗 门外的警察开口道 哇 大哥 找你的 赵迅站了出来 脸上带着疑惑道 你好同志 我就是赵迅 找我有事吗 外面的小同志 拿出了一份文件道 赵迅先生 您在之前打碎了 周易先生的手机屏幕 现在因为您拒绝赔偿的原因 所以对方 将您起诉至了光明区法院 现在已经立案 这是起诉状副本 明显在回职这里签字 什么 赵迅直接愣住了 之前 气不过 一下子把楼下那小子的手机 打在地上 摔碎了屏幕 这样的小事 他早就忘了 毕竟一个手机屏幕而已 换一下 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而且那个手机 不知道什么年代的老机子了 更是便宜 结果就因为这个 他居然把自己告了 尽管心里一万个不相信 但是法警是真的 而且这起诉状也是真的 对方真的把自己给告了 这 这纯粹就是有病吧 怎么了 怎么了 都抄抄什么 咋了 这是 许玉凤在做饭呢 听到儿女们去开门 好像发生什么事了 事宜赶紧走出来 妈 那天我把那小子的手机屏摔碎了 结果人家 把我给告了 你看这 正常人 第一次遇到被起诉的事 其实还是会紧张的 什么 许玉凤也是有点 猛 不是啊 小同志 这什么情况 怎么就把我儿子告了呢 不就是一个手机屏吗 给他修好就行了呀 法警摇摇头道 这位女士 对方声称 是你们不给赔偿 所以 无奈之下 才会选择起诉 至于其他的 你们可以走调解途径 我今天只是送达 起诉状副本 你们这几天 可以准备一下 另外 您是赵先生的母亲 许玉凤女士吗 许玉凤点点头 哇 是我 可是小同志 就这点小事 然而他的话 被罚警打断了 那就对了 许女士 您先别着急 这是您的 您也被周先生 起诉了 他声称您家里 晚上的声音太大 让他睡不着 导致了神经衰弱 许玉凤完全呆住了 呆呆地看着手中的 起诉状副本 这 这怎么连他也被告了呢 第39章 这波呀 这波叫提前亮 这突然之间就成了被告 而且居然还是两个案子 一家人现在没心思吃饭了 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 不管是许玉凤 还是赵迅 乃至于肌肉发达的女婿 都有种想说 但是无法说出来的感觉 因为这有点太离谱了 尤其是许玉凤 往日里和不知道 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 有本事你去起诉 以及不起诉 你就是孙子之类的 论到拱火 他真的是最强王者级别 可惜 那些人别看当事一个个的 都火冒三丈的 完事之后 没一个会起诉 正因此 许玉凤压根没想到 真的会有人因为这点点的小事 而去惊动法院 在他眼中 凡是经了法院的 那都是大事中的大事 根本没想到 有人会因为这样的事 而去起诉 这人 是不是有病啊 他缺心眼吗 这么喜欢打官司 许玉凤在那里喊道 走 下楼去问问 说完话 便带着一家人直奔楼下 到了楼下 许玉凤都几乎不带犹豫的 上去就开始砸门 是的 和周易一样 甚至要比周易还要大声 因为许玉凤 直接拿脚踹门了 碰 碰 碰 几乎整个楼道里 都能听到 那种踹门声和怒吼声 出来啊 你有本事起诉 怎么没胆量出来了 我们家怎么得罪你了 让你这样 你给我出来 就是 还打官司 不就是摔坏了你的手机瓶吗 至于吗 你至于吗 儿子赵迅也在后面喊道 然而 不管他们怎么敲门 那小子不在啊 女婿开口问道 许玉凤也有点疑惑 不清楚 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正当一群人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之时 就听到房间里 有个声音响起 谁啊 你们要干嘛 这家伙居然在 女婿上前 就是一声爆喝 出来 邻里邻居的 居然还起诉 怎么没胆量出来了呀 你给我出来 说着话 女婿上前也是一脚踹了上去 她这力气 可就大多了 一脚上去 那防盗门发出了一声巨响 也就是这门的质量还可以 否则都让人担心会不会变形 这里的动静实在太大 楼上的楼下的邻居都跑了 过来围观 而至于周围的这几家住户 则是用担心的眼神 看着周一家 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周一 让他们先等等再搬 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刘奶奶上前道 你们啊 都别这么冲动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为什么踢人家的门呢 许玉凤甩了一眼刘奶奶喊道 我们找她有事 她不出来 我们还不能敲门了 都是邻里邻居的 终于 大概是觉得躲在里面不太好 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门打开了 许玉凤上前道 哟 赶出来了呀 有胆子做没胆子认 而周一则举着一台 就算是数码 小白看了都会感觉 这玩意很贵的相机 文言道 什么叫我赶出来了 我自己家想什么时候出来 就什么时候出来 另外 我怎么有胆子 做没胆子认了 我需要认什么呀 认你们把我家的门 踹成这样 对了 我这现在还在拍着呢 顿了顿 周一看向了赵迅 这位 您是打算再来一次吗 我预先生命 这东西 要是被你砸坏了 那可就不是赔点钱的问题了 赵迅脸色一黑 却是不敢伸手了 这东西真的看起来就贵 至于我为什么 现在出来 那当然是在等人了 等人 徐凤一家人 现在有点搞不懂周一了 不知道他有什么人可等的 便在此时 电梯门打开 之前来过一次的片警牢里 一脸无奈地从里面走出 还没过来呢 就已经说到 我说你们这又是怎么了 徐凤 给我住手 你们这是打算把人家的门砸坏 真的就邪门了 这岳府小区咋就是这么多呢 老李好不容易忙里偷闲 打算吃点东西 结果呢 又来警情了 对于他这样的片警来说 警情无小事 什么都得管 又都没法管 所以对于一些总是惹事的人 真的是深烦 而周围如同刘奶奶这样的吃瓜群众 则是感觉云里雾里 他们到了现在都没闹明白 这徐凤一家子 又抽什么疯 而且小周居然还报警了 周一 看着面前 已经目瞪口呆的徐凤 笑了 提前亮 他今天也是凑巧 本来打算去刘奶奶家串的门呢 远青不如静灵这话 其实没错 尤其是像岳府小区这样的老小区 结果一上楼 就看到那位罚警小哥 去了徐凤家 根据方大状的通知 估计是来送打起诉状副本的 联想到 这一家恶劣的性格 周一很容易就知道 这家在收到了两分起诉状之后 肯定是会来找自己理论的 不需要怀疑 绝对是 于是周一直接报了警等着 果然 没多久 这家人就下来踹门了 估摸着那位警察同志快到的时候 周一正好出来 这就叫提前凉 来到众人面前 老李再次开口道 赶紧说说 这又是咋了 谁报的警啊 这次轮不到徐凤开口了 周一赶忙上前道 哎说 那个 又是我 老李眼神一扫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周一 顿时感觉心里一沉 怎么又是这小子 周一 那你说 为什么报警啊 叔 这真的不怪我 您瞧 那天您走的时候 不是告诉我吗 对于这样的事 建议我走法律途径 对不对 周一开口道 语气中 都好似带着委屈 老李点点头 他确实这么说过 而且这话他出警了 经常会说 这您的建议 我必须听啊 我转头 就去喊律师起诉了 两个案子 您看 一个呢 是这人摔坏我手机屏幕的案子 一个则是他家扰民的案子 结果 我上楼看到有法警去找他家了 那就是他家知道我起诉 结果就找上门踹门 您瞅瞅 这门都给踹什么样了 都 我觉得 需要赔 那个赔偿的长字 还没出口呢 老李赶忙说道 哦 明白了 你先等等 居然是俩案子 而且 这小子转头就去起诉了 该说他不愧是能反手充值 一百万的荆州市 著名缺心眼吗 还有难门 只要看看 老李都感觉头疼 惹谁不好惹这个叫真的小子 转过来 看着许于凤道 他说的对不对 第四十章 我们也请律师了 面对着老李的询问 徐于凤很是不满道 这位同志 您不能都听他说啊 对不对 不就是一个手机瓶吗 不就是孩子声音大了那么点吗 至于上法院 饶食老李当骗警多年 这脾气 早已经变得随和无比 现在也有点糟不住了 至于上法院 徐于凤 当时我可是在场的 你家那个场面 我是记得一清二楚 把人家手机瓶摔坏了 人家让你们赔 你们赔了吗 没有 还有你们晚上扰民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 不能这么做 你们听我的了吗 最后还是我建议 这位小兄弟 走法律途径解决 而且你不是也说了 你说 让人家有本事就去起诉啊 怎么现在又开始治愈 不治愈了 合着这横数 都是你有礼呗 他这辖区里 不讲道理的人多了 但是这么不讲道理的 还真少见 老李毕竟是警察 平日里 他和群众打成一片 但是一旦崩起脸来 那还是很有威严的 徐于凤一家子 顿时不知道怎么说了 倒是旁边 如同刘奶奶这样的吃瓜群众 有点惊讶 他们现在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这小周 还真的去起诉了 可是 可是同志 这点小事 他要赔钱 我们赔了不就 女儿还想说什么 能不去法院 还是别去法院 可惜 老李根本不吃这一套 既然开始走法律程序了 那一切 都按照法律规定来 我现在不能插手 还有 你们把人家的门 揣成这样 不管怎么样 都得赔吧 这次老李学会了 反正不管怎么赚 先把事情说出来 他笃定 这周易绝对 还会说这件事的 果然 周易闻言 顿时道 对 这位警察叔叔说的没错 都踹出问题了 得赔 说归说 毕竟是厚重的防盗门 要是被人随便踹几脚 就出问题的话 那应该直接去找这卖家了 所以再检查了一番 发现没什么问题之后 老李就说了 让徐凤一家 要么给人把门上的脚印 清理了 要么赔点钱 让人自己干 赔了点钱 一家子回了楼上 徐凤坐在那里生闷气 饭都不想做了 本来是去吵架的 结果没吵营 让邻居们看了热闹不说 还又掏钱了 最关键是问题没解决 那官司还在呢 梁九 赵迅开口道 这还俩官司呢 妈 要不我们也和律师问问 谁爱问谁问去 我不去 徐凤凤喊道 还得给律师掏钱 楼下那小子 就是故意的 闻听此言 女婿开口道 好了妈 没事的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就是律师 这事应该没多难 我帮您问问 徐凤凤没说话 但已经是默认了 问问而已 都是朋友间的事 那肯定不用花钱的 女婿掏出手机拨通电话 喂 是周星然周律师吗 是我 康丰 对了 你现在忙不忙 我呢 有点小事想问问你 电话另一头 刚刚从法院走出来的周星然 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 但听到周律师那三个字 还是说道 我这回刚好有点时间 你先说什么事 他现在只是律师行业里的新人 刚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点 正处于整个行业里 最底层的阶段 事实上 只要对律师行业 稍微了解一点的 就能知道 这个行业里的新人 在最开始会有多累 会有多惨 累是必然的 你有做不完的杂物 查不完的解释 你会遇到各式各样 莫名其妙的当事人 甚至于有一些根本不讲理 你用你的法律智慧 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惨就更不用说 工资低得可怜 而且经常会被一些人说 说你们律师都是高收入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 周星然都会礼貌地点点头 然后 我要高收入 我现在还至于这样 比如现在 他就刚刚从法院跑程序出来 结果就接到了电话 对面的康丰 是他之前和某个公司 打交道的时候认识的 也谈不上多数 而且对于这样的所谓问问 周星然同样深恶痛绝 但他毕竟不是行里的老手了 有时候摸不开脸拒绝别人 这也是很多 出入职场年轻人的现状 和谁都想关系好 不懂得拒绝 谁让帮忙就去帮 结果后面发现 大家都很闲 就你一个人忙得要死 而且出了问题 还都是你的 因为你做了这些事 周律师 我老婆他哥哥 还有我丈母娘呢 因为一些是被楼下的邻居起诉了 事情是这样的 接着女婿康风就把大概情况说了说 随即问道 所以周律师 你看这是怎么处理 他已经告到法院了 人家法院送来了起诉状 尽管女婿话里面已经各种美化 但周星然依然听出来了 你这一家又是扰民 又是打碎人家手机屏的 而且肯定很过分 要不然就因为这点小事 人家闲着没事干了才去起诉 但他还是说道 哦 这两个案子啊 没事 这都小事 到了法院 很大概率就是调解 手机屏给人家赔钱修 然后让人睡不着 有点神经衰弱 也是赔点钱就行 不过 这扰民案证据收集 不是那么容易 你们看情况吧 呀 扰民案不好收集证据是吧 周星然听到对面的康风 好像问了几句话 随即又对他说道 对方手里 只有一个录制的视频 就是晚上12点多的时候 录的一些我家里的声音 这个算吗 就只是自己拿手机录的吗 那这应该是不算证据的 要界定是否生活噪音超标 得用专业设备测量 一般人家里没有这东西 买着也不便宜 真的吗 那就好 可是要打官司 周律师您那边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 周星然信到我 当然可以给你们打官司 这种小案子而已 程序简单 证据更简单 都不用审多久 而且小案子 对面很大可能没请律师 就算有估计也是新人 因为这种案子 固定证据很难 律师收费 就算是再低 也有个限度 到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 对他这样的 新人来说 最适合了 呀 我没什么建议了 该打官司就打呗 好了 康先生 我还有事 先挂了 也算是刷点小心机 一般情况下 如果有人真的要打官司 那基本都会找 自己咨询的律师 嘟嘟嘟 康丰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为了两句 也只能收起手机 将周星然给的建议说了说 然后道 所以没什么事吗 手机屏那个让大哥 给赔点钱修一修就行 没几个钱 但是这个扰名 周律师说不容易界定 而且对方手里的那个视频 不能当证据 得什么专业的测量器 挺贵的 官司有得打 您看我们 许玉凤还是不想说话 他在平日里很能吼 但是遇到这样的事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尤其是知道要花钱 那就更不想说了 还是赵迅在旁边道 那就打 这不能让人欺负到咱头上来 是不是 刚刚那位周律师就不错 要不就请他 没问题 我这就打电话 楼下 周一已经把第一个视频剪好了 还是如同第一个视频那样 剪到了自己起诉 然后拍了起诉状 标题就写 邻居扰名 还说有本事 就去告 反手直接起诉 随即上传视频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 周一下楼准备去吃个猪脚饭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要求 直接就碰到了楼上那家的大儿子 周一是吧 还起诉 不就是想着调解吗 我告诉你 我们也请律师了 咱们就打这个官司 嗯 嗯 眼瞅着对方一脸自信的样子 周一有点猛逼 不就是请了个律师吗 咋看起来像你们已经赢了的样子 不过想了想他 还是掏出了手机 给方大壮打了过去 再来